這一定有陷阱 你放在這裡就代表他一定有陷阱 對 通常都是這樣 可是很多人找房子的時候看到這個網頁 就覺得我只看這一戶 不要看這個 因為這個好像1680到1650 1.8%那麼少 不划算對不對 所以你只會看這個 嗨 歡迎來到此位說 今天我要教各位 不是我教各位 是我今天找了一個也很會省錢 也很會賺錢 而且跟我當年一模一樣的人 也不是一模一樣 當年他可能現在身材比我當年好 我當年比較瘦 就是我們都認真的賺錢 以至於為了要買房子這件事 就是為了買房子 我們可以做很多不是犧牲 是享受我們的生活 但是我們賺了更多錢 然後最後買到了一個房子 所以在十出頭年前 我真的買了我家的一個房子 就是用很認真的方式來存錢 所以我有很多存錢的方法 跟如何省錢的方法 但我們今天不是講省錢 我們是要教你怎麼存錢 跟教你買房子的一些步驟 還有有一些陷阱 你懂啊 陷阱你知道 什麼叫陷阱你知道嗎 就是唐衣底下就叫陷阱 就是你看我是帥哥 結果撥開了是一個很噁爛的人 這就叫陷阱 好 就像高家瑜看起來很漂亮 結果呢 他的床很恐怖 那也是一種陷阱 沒有啦 高家瑜我沒有在笑你啦 你很漂亮的 大家都在罵你的那個枕頭 是黃色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的枕頭也是黃色的 曾經啦 我換過 因為後來找不到很好的枕頭 可是我還是最喜歡睡那個黃色枕頭 就那個汗有沒有 睡濕的枕頭這樣子 懂齁 所以其實我們很認真的生活的目的 是為了要買房子 是我們的以前 現在是你們的一個目標嘛 所以我為你找了一個 也很認真生活的一個達人 叫做寶可夢 我們歡迎寶可夢 嗨 跟我們的網友說嗨 大家好 我是寶可夢 第一次就是來上這個節目 也是有點小緊張啦 緊張喔 好 你有沒有看到牙齒 來 你看露出你的牙齒 有 我已經露出來了 他的牙齒有那種服務業 14顆的那個標準有沒有 那個金拆有沒有 國慶金拆要露14顆半 還是空姐有沒有 你的牙齒 你的嘴型是不是調整過 沒有啦 我是出生以來就這個樣子 真的嗎 沒有改變過 好 多笑一點 這個牙齒比搞很多人 好 寶可夢的履歷呢 其實看到可以 他1985年生好 小我10歲 可是看不出來 欸 是誰看不出來 來 留個畫 是誰看不出來 哈哈哈哈 其實1985年也不錯 很認真 35歲啦 嗯 對 也算是很認真喔 然後他自己是做媒體剪輯師 是 呃 他有 他的YouTube可以連結寶可夢 省錢大作戰 然後他的Line 你了才知道 最後是他的臉書 寶可夢的理財記事本 然後當然 他也出了一本 刷卡賺錢的書 是 這本 什麼時候出的 這個是今年3月的時候 今年3月出的 呃 說實話 賣的好不好 他 出版一刷還沒有賣完 那一刷很多就好啦 一刷大概3000多本啦 好 對 為什麼一刷沒有賣完 是因為年輕人都知道說 呃 我很會賺錢 我看你的寶可夢幹嘛 之類的 我也很會啊 呃 我看你的YouTube就好了啊 不是 我告訴你 這個書我翻了一下 其實裡面有很多真的 條列式的表格是沒有辦法出現在網路上面的 好 這個試打輸 但是我覺得有些是很實用的觀念 重點是觀念哦 因為比如說信用卡 比如說賺錢 比如說如何省錢 這都是關面問題 我很有這個觀念哦 寶可夢也很有這個觀念哦 寶可夢本名叫做賴夢群 你為什麼要寫個括號 哦 那出版社他們講說你一定要放真名 因為如果你是理財類的書 你沒有放真名的話 人家會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他就不敢 是 誰知道你是什麼蛙哥啊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你可以用本名去搜尋這個作者到底是誰 可是沒有意義啊 你搜出 欸可以搜到榜分嗎 好像不行 不行哦 所以搞不好你有榜單耶 沒有我大學是那個申請入學 所以沒有榜單可以看出來 沒有看幾分 差10年還是有差 我們先到榜單 好 我為什麼拿這個書呢 今天有抽書 今天那個寶可夢帶了五本書給我們抽 是 全部給你們抽 而且等一下記得要簽名 好啊好啊 我在前面我等一下簽個名 簽名啊 你要嫌愛心都可以之類的嘛 我們抽書 那個小編要怎麼抽 留言然後有通關蜜語 就可以抽到五本 我覺得非常實用的書 欸真的很實用耶 而且是今年出的 意思是說 目前還是新鮮有效 因為有很多書怎麼樣 我們到今年為止 什麼到什麼今年中為止 之類的 然後就沒效了 或是有些優惠 好 有些好的觀念 我們 你看我的節目就是要讀好的觀念 所以這個書 大家回去刷起來 然後如果你抽不到沒關係 你自己上網去找 然後去買 前陣子Momo很便宜 哈哈哈哈 66折是不是 對啊全部66折 然後伯克萊還是長期有79折 所以想買就進來去買 好 節目還是回到我們節目主著 存錢要怎麼存 我的存錢方式是這樣 先跟彭茂分享 好 三年存到100萬 不會痛 2萬塊每個月存 2萬塊 一年就24萬嘛對不對 然後把20萬做一筆定存 然後並且 一些剩下的錢 勤勤勤 勤成30萬一筆 對 好 所以30萬是你就 一樣喔 你每個月存2萬塊之餘 要先多勤一點錢 因為你可能會有年終獎金 年中間的獎金 或是一些剩下的一些錢 或是你去 中樂透什麼等等 就是一年存30萬 第一年 第二年2萬塊成12個月24萬 一樣 再多勤6萬塊變30萬 你這樣兩年加起來 是不是就60萬 對 第三年 你要升官加息 所以第三年的定存 變成2萬5成12個月30萬 再加個10萬塊 勤一下 就100萬了 重點是什麼 這叫做零存整付 就是請你的銀行 去用零存整付法 把它轉過來 利息很低 對 但是是強迫扣款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當年是一個花錢一組 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 真的嗎 超會花錢 而且我的花錢不是我要花的 比如說呢 我這個月的戶頭剩2萬塊 我的摩托車就會壞掉 我的誰就會生病 那時候養貓 就要大家去看醫生 就3000塊沒了 都一直知道養貓很貴這樣子 對 然後就突然間我就跌倒 然後什麼叫醫藥費什麼鬼的 好 那我不要這樣 沒有要你買保險 我覺得買保險是一回事 可是錢留不住 可是我就零存整付 把我的戶頭錢全部自動扣掉 對 所以我的薪水好像變少 可是又跑到銀行去 所以3年後我就存到100萬 有沒有很簡單 我覺得這樣的數 就是這樣存錢數數真的算很快 而且是利息很低的存房 是 啊 要不要開始笑我對不對 不是 因為我自己人生的第一個100萬 我是花了7年才存到 那我每個月就是 比如說存1萬塊錢 那一年存12萬嘛 那你大概8年左右 7、8年左右就是96萬 所以我是用一個 硬存房 對 但是存的比較少 每個月壓力比較沒那麼大 對 可是這樣 7年100萬好久 很久啊 但是因為你看我 我的薪水到現在都是3萬多 因為你平常都不花錢 那你真的不花錢 你這件衣服買多久 老實說 這個大概有3年4年 啊 牛仔褲也蠻久的嘛 嗯 牛仔褲是 我之前的褲子就是破掉了 所以我就換了新的 哦 才買對不對 因為破了才買了 其實寶可夢很省 我以前超省 我以前只有一條牛仔褲 我沒有上通告之前 一條牛仔褲 一條卡其褲 然後其他是西裝褲 嗯 就是上班用的 然後我平常就是 牛仔褲破了才可以買 嗯 然後卡其褲破了才可以買 這樣 跟你過的日子是一樣的啊 結果 後來就是一堆人送我一個褲子 所以你要送 把可夢的褲子呢 有幾腰 我現在大概32吧 32腰 你說褲子的腰 對 欸 那我們差不多耶 真的嗎 真的我們褲子也是 共穿 好 把可夢的粉絲 可以送他褲子 缺褲子嗎 好 可以啊 你要送我當然會穿啊 你還是要試穿啊 把可夢缺褲子啊 好 缺衣服 這衣服已經三年了 好 L的應該夠啦 好 把可夢的粉絲 記得送點衣服 到他的指定的地址上 好 這是我的存錢方式 那當然 把可夢有很多 經典的一些我覺得很實用的存錢方法 比如說這個叫做 呃 你當年25歲開始從 2萬8年我存9000 然後買進0050 嗯 然後30歲的時候從我薪水 喔3萬塊 因為薪水往上增加嘛 對 存下1萬塊錢 對 然後連不同的 定 業外收入 合在一起 所以最後就是 累積大概200多 所以重點是業外收入嗎 啊 對 因為我 你看你剛存100萬 然後業外就100 沒有啦 沒那麼快 因為其實那個成 負利 就應該說你賺錢的曲線 是慢慢往上的 對 所以一開始我還是真的是 只有薪水3萬多 啊 最近這一兩年就是 薪水收入 呃 業外收入變多了 但是我的本性還是差不多 其實你是我認真 努力的目標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我在你們那個 我這樣講 以老賣老 就是 我們以前啊 認真工作就會賺 薪水就加 然後我沒有辦法想像說 工作個7年薪水沒有改變的 是什麼感覺 可是現在 比如說我現在在媒體產業 他真的變成是黃昏產業了 因為現在新興的是網路 所以很多影片你做一做 放網路說不定還可以賺到 比較多廣告 可是我以前本薪就6、7萬耶 我只有你的一半 就是沒有 這個不是我們也不是他的錯 其實就是說 現在的公司在請一個人的時候 大概就花這個錢 對 其他成本都被房地產的租金給吃掉 或是老闆要買一個房子 來做一個什麼企業 房子吃掉所有的 你們的收入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一輩很辛苦的原因在這裡 我們再認真地為 你們的下一輩好了 這樣講很奇怪 我會認真為你們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們還沒有買房子 對 可是老闆都買很多房子 可是你的薪水都沒有增加 對 所以當然寶可夢最好用業外收入來 彌補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棒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每個人可以做到 因為 其實是可以 可以嗎 要不要做 對就是看你要不要拼命嘛 像我是下班時候拼命的去寫文章 那有些人他們覺得上班已經夠累了 我有朋友是音樂家 音樂家 音樂系畢業音樂家 然後是國家音樂廳那一種 他下班時間開Uber 計程車 然後我說你為什麼要開計程車 你是音樂家 他說有什麼關係 我要繳房貸啊 你要付我錢嗎 之類的 我覺得這觀念很好 很好啊 沒有什麼錯啊 對 他後來他買了一台新車 就為了要開Uber 可是他說Uber他認真接一個月賺個三五萬 也很好耶 有沒有心動 我其實有點心動 因為我自己的業外大概也是這樣子 糟糕了 你要不要開Uber 沒有啦 Uber 有那個個性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去一直開車啦 然後Uber不用花太多腦筋嘛 因為有打黃就好了嘛 對就是送到點嘛 然後再接下一個再送到點 而且呢 我就在他面前 他就開手機給我看是Uber的環境 他就點點點 哇一堆人家 他馬上就有車了耶 就有客人要叫他車耶 所以Uber 我不是叫Uber好事 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專長的話 你可以考慮 重點是要業外收入增加這件事情 對 所以寶可門增加什麼業外收入 然後你看 下面還有一個什麼 35歲開始 每個月薪水三萬 計畫嘛 對 這個蠻拼的 一個月要賺三十萬 這個是我理想值 但我覺得現在已經有點接近了 因為我也可以直接講 就是我現在一個合作案 我沒有八萬十萬 我不太接 對 驕傲耶 不是 但是因為 我會做很多的活動來回饋給粉絲 所以我要花那麼多時間 去經營這一塊 所以我一定會把我的成本提高 那當然中間有一些是給粉絲的 所以你主要是在那個臉書 還是在你的那個IG 臉書 我在臉書辦很多的活動 那其實也都是回饋粉絲 這是我的想法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以貫之這樣子 寶可夢很可愛 所以 如果你不是寶可夢的粉絲 去他的粉絲也按一下 謝謝 他雖然不會按一下拖一鍵 但是他會給你很多關於錢的東西 我不是走那個路線的 你也可以啦 好啦我們來看 按一下拖一鍵的東西 叫做 適存者理財法 你幫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適存者理財法 好 就是說如果你 就是你每個月薪水進來之後 但是你不知道要怎麼存錢 那這邊有一個方式 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就是如果你身邊剛好有四個賬戶 那錢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分成 比如說第一個 薪資存者 好 那第二個是消費存者 就是我每個月比如說 我的一般的消費大概五千塊 那我錢放裡面 OK 那我就只能從這裡支出 好這次給你支 好 然後再來 那第三個備用存者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們不小心可能 好受傷 對貓咪生病要付醫藥費 要買一個什麼Gogoro之類的 哈哈 Gogoro有點太多了 好備用存者就是 你平常 以備不時之需的錢 你可以放這邊 那再來就是投資存者 我覺得投資存者很重要 對啊 因為我們的錢 如果沒有放在這邊的話 他沒有辦法 就持續的富力成長 所以 投資存存我覺得 應該要放至少百分之四十 這樣真的有四十 因為到時候 輸掉了是怎麼做的 我們的投資不是賭博 我的投資其實是說 比如說 那你就給我們要買台積電 你跟實惠一樣 可是台積電 它是一個很不錯的公司 你去到這樣 我怎麼買去 那我們買0050好了 買0050的話 我覺得 前他五十大市值的公司 都在裡面 那這樣沒有賭博吧 0050已經賺不到 你看 很酸喔 五到七%我覺得很多 其實也沒有啦 他每年也是 對啦 他是起起伏伏沒錯 對 所以要對的時間買 然後對的時間賣 對對對的時間買 什麼什麼 KD值二十買 八十賣 那重點是 今年三月有沒有買 今年三月如果有近期 現在都賺翻 其實也不用今年三月 真的 我前一陣子 前幾個 上個月吧 就是他除完期之後 KD值真的是二十 我就買一點點 然後現在八十了 但是他漲 對 有沒有 所以要看對方向 可是賺不多啦 就一點點而已 就幾百萬這樣子 沒有幾百萬 才 4%而已 4%也是蠻多的 對 如果說放3000萬的 4%也蠻多 但我沒有3000萬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自存者理財法 就是可以提供大家 一個方向可以去存錢 所以當你的錢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分 好這個 這個的精神就是強迫 也就是說跟我一樣嘛 對啊 就是 強迫就是你 硬要把錢丟掉這四個 然後你看好 薪資存者最好 比如說一個月賺三萬塊 薪資存者 消費存者就會丟過去 只有一萬塊 所以你只有一萬塊可以花 對 花完就沒有 對 就強迫分一分 那通常人都沒有辦法強迫 所以就是用剛剛子惠哥講的那個 銀行的零存整付把錢 時間到固定吸掉 也是一種方式 對可是要很認真的去對待說你薪水被扣掉這件事情 因為我沒有錢 所以你生活就要更節省 可是雙十一怎麼辦 我跟你講這次雙十一我沒有買 就是有廠商問我說要不要合作 但我說我不要 其實可以買 可以買但是如果我沒有這個需求 我懂可是我的消費是年度消費法 我一年只消費幾次而已 然後就是一次比如說肥皂買一年份 洗髮精買一年份 這是個好方法 牙膏買一年份 對其實你也可以這樣做 有點像量販店一次就買大包裝 可是我買的是年度最低價 所以你必須要去備你的那個價格 對到年度最低價的時候一次買進 對這是正確的 我是這樣 因為生活消費 其實我是省錢 可是寶可摩是叫你賺錢 好然後看下一個 這個叫做六罐子的理財法 也是前陣子它在那個light today上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來介紹給大家 好就是說你的罐子 就是你的錢進來一樣跟剛剛的概念 分六個 對你可以分六個 比如說財務自由的罐子這10% 其實你是可以拿來 讓你財務自由的 那重點就是你要投資 就投資嗎 比如說我薪水3萬塊 10%就是3000在裡面 OK 第二個教育帳戶是讓我們自己 就是 念書啊買書啊 更有競爭力你可以買書 買這一本啊 或是買思惠哥的書 對這就是教育帳戶 或者是有一些電子書 線上課程 它有一些東西是你平常你可能 沒有錢你捨不得花的 但是你如果每個月有存3000塊 其實你大概存半年 你有一萬多 你就可以拿去買這個線上課程 充實自己 那再來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生活必須就是 水電費 瓦斯費 這個是每個月一定要繳的嘛 對 所以我們的薪水大概有 16500左右 大概會在這邊 這是一定要支出 就比如說我在台北租房 我一個月 吃飯 6000 所以這個也都是要從這裡支出 對 那再來就是這個 玩樂帳戶是我可以出去跟朋友聚餐唱歌的錢 他這邊用的10%其實跟我們的財務自由是一樣的 就代表說你存錢的同時你也可以花錢 所以你心裡面不會不平衡 對一定要玩樂 因為我在省錢的時候 我還可以出國 那我覺得你還蠻厲害的 而且我是用自己的錢出國 不是你把可夢用刷信用卡 送你出國 那是銀行送我出去啊 那夢想帳戶的時候 就有點類似是比如說我要創業 我可能有一些事情要做 但是我要慢慢存錢 所以這部分的錢你也可以用10% 就是3萬就是3000塊在裡面 那最後這個贈與帳戶的意思 它有點類似是比如說 比如說你送了五本書也是贈與帳戶啊 對 因為它是可以幫助他人的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我們幫助他人 其實我們自己會有感覺有成就 我們會心裡面覺得舒坦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可大可小 但是你還是可以放一點錢在這邊 然後等到說你有需要去做慈善的時候 比如說每個月線上捐款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還不錯不錯不錯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就是說 每個月錢進來 然後就時間就是一比例就直接進去 因為現在有一些銀行他們有提供這種 所謂的紙帳戶功能 所以你錢進來之後 他時間到就馬上把你就扣成六個本 直接弄這樣子 對 可是我要領錢還是一樣領這個戶頭 你領錢的話 比如說你是玩樂帳戶 那就是你就只領這個戶頭 所以我有六張提款卡 一張提款卡 可是我怎麼要提哪個戶頭 上面直接有六個戶頭 還是我是線上提 他我想一下 他是怎麼樣的 他基本上他可以設定成說 你這個帳戶的錢就只進不出 有的是可以出 或者是不能進這樣子 所以這個一定沒有人要辦 太麻煩了 對 但是他的帳戶裡面的錢 是可以領出來的 對 因為他有的罐子是可以設定 不能領 你就要一直存 有的是說你可以把它領出來 可以進出 所以當然日本有一些節目 開始做整人遊戲 比如說真的是拿信封對不對 然後每個月真的把錢領出來 開始丟到信封裡面 我覺得那有點蠢 蠻蠻蠢的 然後我只能拿這個信封的錢去花 這是對的 可是這個比較像是那種 領生活費的感覺 比如說老公賺錢 每個月給老公三萬塊三萬塊 然後開始分六個袋子 八個袋子有沒有 對 日本是這樣做的 所以日本的理財節目做得也蠻誇張 我覺得蠻好笑 或是你講什麼 一塊錢嘛 就是今天存一塊 明天存兩塊 後來存三塊 一路累積到365塊 但問題來了 就是你怎麼會記得 你今天到底要存幾塊 你昨天存幾塊 你可能都不記得 寫日曆啊 喔這也是個方法 寫手機啊 喔也可以啦 對啊可是誰會做這種事 那我可不可以一次存一千塊好了三天 煩死對不對 對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錢有時候是 258 259 你怎麼去拿到那麼剛好的錢 好啊那六千給你這樣子 這個又不要存 就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這些都不適合各位 所以這是一個觀念這樣 好那包括我們做的這本叫刷卡 賺錢密集 賺錢密集 對 所以就教你怎麼 就是我本來沒有 我沒有要下什麼 新一代卡神 因為卡神楊慧我去採訪過 後來他歪掉了 對他現在變得蠻負面的 就是其實就賺錢的部分 他做得蠻成功的 他接了很多case 他向著賺錢的目標 最後接了很多case 那當年他是靠信用卡的漏洞來賺錢 是 寶可夢不是用漏洞 寶可夢是利用信用卡的規則 來賺錢 對 我講規則 什麼意思叫規則 就是 比如說信用卡回饋3% 他就是賺這個3% 對 就這樣 然後當年那個 楊慧如是 去刷這個點數 刷刷刷刷 把點數刷出來後 再把點數賣給別人之類的 然後有些製造價差什麼等等 是 其實刷里程也是這樣 刷里程是 但是他 我們使用里程是在合法的範圍 而且是照著他的規則走 那楊慧如那時候的確是有一些條文漏洞 因為中信他那時候沒有做得非常的完備 所以中信好像有付他錢 後來他們就和解了 對 那你除Bug 對 因為信用卡只有Bug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 買房子之前 教各位買房子之前 今天還是買房子節目 今天不是 也不是業配喔 還是買房子節目 是 有一些寶可夢的獨家心房 好 這四個 好 回饋刷卡 賺機票 神刷卡 跟免費提供 就是這四種刷卡是一般 我們在刷卡的時候常遇到的 對 那其他太小我就不要講 對 什麼中油刷哪張卡 我以前幹這種事情 可是我信用卡以前好多了 後來全部剪掉 煩死了 可是寶可夢有500張卡 瘋了 我還蠻想要看你平常出門 是不是提一個那個信封袋 然後都是信用卡 我其實應該是有一個小bag 然後裡面有6本信用卡的冊子 那你萬一被搶就死定了 所以我通常不會隨便帶出門 可能是要上節目才會刷 或是掉了不是死定了 對對對 一張1000塊之類的 好 然後所以我幫各位問 現金回饋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適合現金回饋 無腦刷 對 然後現在有很多無腦刷的卡 然後每個廣告起來都很大 比如說這個 要求我16% 16% 花旗的 對 所以花旗真的刷16卡嗎 它是要符合三個條件 才能夠拿到最高16% 什麼 又要那個 又要什麼闖關 然後又要去投資理財 就是財管戶 你還要再開 放300萬進去裡面 才可以拿到加碼的8% 好 一般 一般小資上班族 最適合拿哪一張無腦刷 好 我推薦兩張 第一張是永豐大戶 那它就是國內2%海外3% 那 這是最簡單的 無腦嗎 我覺得算是無腦 因為它的 沒條件嗎 它的2%上限是每個月刷15萬 所以我覺得對於小資組來講 一個月刷15萬 應該不是小資 那沒有門檻沒有投資嗎 不用門檻不用投資 它唯一的門檻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大戶數位帳戶 所以 任何人就可以開個帳戶就有了 開個帳戶然後申請這樣的信用卡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回顧 所以沒有條件 沒有條件 沒有什麼湊滿25塊才可以換 沒有 湊滿25塊還是後面這一張 好 就是說大戶就是無腦刷 那麼2% 國內2% 海外3% 這樣海外3%等於海外1.5%的意思 對沒錯 然後它還有一個加碼 海外1.5%就是叫做 因為國外刷卡有手續費 你們知道 所以海外1.5%扣掉這樣 對會扣1.5% 所以等於是至少也有1.5%賺進來 很棒這樣子 那它還有一個5%指定通路加碼 比如說海外的部分再加碼5% 所以它海外其實是到8% 可是現在不能海外出不了 可是你可以網購 你可以去買日本的Amazon 或者是歐洲的電商什麼的 那其實只要是外幣計價 那請問中國是什麼 中國也是海外 淘寶是什麼 淘寶也是海外 所以它還是可以拿到8% 但是會扣1.5% 所以說常常喜歡線上 以後要出國 或是刷外國卡的話 這一張是很棒 對 然後沒有門檻嗎 它沒有門檻 下一張 下一張是花旗 花旗它以前其實被我罵 你不是嫌得要死 對它就是以前只有0.5%超爛 爛透了 但它現在10月份它把它升級了 就是變成部分海內外2% 我就覺得它其實 也是2% 然後它沒有門檻 它的門檻其實 是每300點的現金幾點 可以兌換一次 就是說你要刷1萬5 拿到300 然後才可以兌換折地賬單 其實也還好就是回饋的那個 雖然是不是每一個點都可以回饋 可是就是過一段時間就可以回饋 累積到一個 這還好啦 一個月刷1萬5 我覺得大家好像還OK 那最高上限 它最高上限每年年度300萬 所以就是 對啊其實大家也不會刷那麼多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是貴婦 我剛才講小資這兩張 如果是貴婦 年刷超過100萬的那種刷手 那它適合哪一張信用卡 因為我們的網友有些是很有錢的 房子移動都可以刷了 好 如果是100萬以上我會建議 考慮用里程卡 累積里程的方式 對 然後里程去兌換機票比較划算 對 就是說明年可能還不能出國 但是後年可能可以 可是不是兩年就到期 里程是在信用卡的帳戶裡面兩年 然後它兩年之內 你可以把它轉到那個 航空公司的里程帳戶裡面 可以三年 所以最高是五年 好假設明年就過關了 可以用了 所以如果今天大戶的話 里程最好是哪張卡 最好的話 里程我 我目前 其實很多里程卡我都有用 那這張我覺得還不錯 它是匯豐的旅人卡 那它就是18元一里在國內 我覺得算還不錯 那海外是10元一里 它好像最大的優點是 很多航空公司都可以累積對不對 它有19架到20架航空公司可以兌換 所以像華航的就只能華航 可是你這是19、20架可以兌換 它也可以換華航 也可以換長榮 對然後亞洲萬里通都有 那那個兌換比例呢 差不多大一點 1比1 我是說里程的累積 里程的累積一樣 他們全部都1比1 那我幹嘛辦法 華航卡或長榮卡 華航卡 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有專屬的貴賓權利 它是黑色啊怎麼樣 可以進華航的貴賓室 對對對 它送你就是華航金卡匯集 然後你可以進入華航的貴賓室 但是因為現在不能出國 只有台灣能力嗎 你也不能去 全世界的華航可以去嗎 應該是 只要有華航營運的貴賓室 你都可以進去 那很多國家嗎 比如說美國它只要有設點 你都可以進去 那感覺好像就是 不用買商務艙就可以進去 對 好如果你是華航的長期客人 如果喜歡貴賓室用這張是不錯啦 對對對 可是其實貴賓室是海航 因為大家Shopping 是 你可能會利用那時間去Shopping 你就不會進去 對或者是你辦一些那種 有海外可以用貴賓室的免費的那種也可以去啊 也可以 只是等級差一點點而已 或者是有一些頂級卡 它就送你龍騰 那你可能一年可以六次出去 你就不用進去 沒有我跟你講它還有一個亮點就是 有的時候龍騰 你不見得可以進去他的貴賓室 你還可以拿去 比如說指定餐廳換餐 那那個餐可能還比較值得 或者你可以換Golibar的那個巧克力 那個小資會喜歡這個 對 那個大戶不喜歡這個東西 是啊 對因為那種東西我也看過 我沒有辦這樣 然後寶費回饋要刷哪一張 寶費回饋剛好我有做一集類似的節目 在我們那個裡的產生會講 那其實我覺得第一名最推就這張 這張是聯邦LINE點卡 然後回饋的是LINE points點數 國內2%海外3% 等一下那2% 對 那我大戶也2%啊 為什麼選這張 因為大戶拿來繳寶費沒有到2%那麼高的回饋 所以他排除了 所以大戶排除了寶費 為什麼講寶費是很多寶費真的都被 哪一支這支 很多寶費都被排除了 所以沒辦法只要用這一張 對 那他的話就是說你只要上網登錄 任可以寶費都可以嗎 基本上是 不錯啊借我看一下 對他怎麼刷都是先給2% 然後你如果要分期的話 他也是依照分期給你點數進去 所以他是2%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不錯不錯 所以寶費 也免年費嗎 他不用年費 就是你只要綁到LINE裡面 就是用LINE pay支付 那你就直接免年費 所以LINE pay當然是可以付水電費之類的 或是便利商店花錢這樣 可以 但是這張卡片如果拿來繳水電費 他是沒有點數 因為這個基本上都會 就是LINE pay的point 那個點啊 對 那個點可以怎麼用 他那個點數就是我們在超商買東西的時候 就直接底掉 可是超商買東西又貴 那也有其他通路 只要是可以用LINE pay支付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打開那個勾勾 然後他就可以直接 消費的時候把你的點數頂掉 小資蠻適合用的 對 因為大家去便利商店買一送一 一樣可以用 咖啡可以寄杯 然後再來 賺機票神刷卡 就是剛剛講那一張嗎 剛剛講的 我剛剛提了兩張 我覺得還不錯 這張就是 你各個通路 應該說 他可以換20家 那個 機場 那個不同的航空公司 所以我覺得 這張卡片其實是 很符合很多人的需求 對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是我目前的主力卡 這張卡片 蘇惠哥你猜他年費多少 滑航喔 滑航喔 對 這張卡片要年費喔 要收喔 兩萬塊好了 被你猜對了 真的喔 因為我想美國運通白金也是兩萬 這張卡片也要年費 你猜他多少 要收喔 兩萬塊好了 這個八千 這比較便宜 可是年費也可以抵對不對 他這個是不能抵 就是你一定要把錢繳出去的 那繳出去我可以賺什麼回來 他基本上有送你六趟 機場貴賓室跟機場接送 還有呢 他還有就是 滿額裡最高八萬八千里的 華航禮數給你 華航禮數 所以他賺華航禮數 對對對 他手刷禮蠻好的 就是手刷禮很好 可是第二年就再說 第二年我不會再去啊 因為第二年我再去 我是潘娜 你們知道了 他只有第一年好啊 你第二年他 給你的遜卡禮又很爛 你幹嘛去 其實巴葛默今天帶來 是他的獨家心房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 理財節目就轉台 所以是房地產節目 因為我們先講賺錢 才可以講買房子 巴葛默今天是來講房子的事情 對 懂嗎 所以幫我們分享 如果你是寶可夢的粉絲 快點 幫你分享到寶可夢的粉絲去 好最後一個 免費停車說哪一個 好 我覺得這個免費停車比較 難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市區停車其實一個 一個小時大概五十塊以上 對 在台北市 所以非常的昂貴 對銀行來講是很沉重的負擔 是 所以我覺得 比較少有一般卡片 你辦了就有 就可以有這個優惠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頂級卡 OK 那這張我先推薦的第一張是 Lexus卡 Lexus跟誰合作 它跟中國信託 所以中國信託的Lexus聯名卡 對 它的特色是說你 上個月有刷一萬塊錢 你下一個月每天都可以 連續停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這個是什麼卡 什麼等級的 它這是世界商務卡 世界卡 我們沒有辦法 你可以的 你一定辦得下來 要年費嗎 它這張卡片 你如果一年刷五十萬 就可以免年費 一年五十萬 免年費 然後那個財富門檻 他們不用財富門檻 你只要 一定要有薪水才可以辦 你的薪水大概120 就可以辦下來了 年薪120以上 所以寶可夢年薪120 那再加上業外收入 好 可是每年要刷五十萬 這麼多張卡 這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下一個 對 下一個的話 這張我推薦就是說 它是新展銀行的 飛行世界卡 又是飛行的累積卡 那它的特色是說 你如果上一個月有刷五千塊 下個月這張卡片的假日 就是禮拜六跟禮拜天 可以每天停四個小時 就是九假日 所以出去消費剛好 對 因為平日的部分 銀行的負擔太重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提供 可是這張就是一般的卡 對 這個一般的話 年收入二十萬就可以辦下來 也是世界卡 它是世界卡的等級 又是世界卡 但它要年費 這張卡年費要三千六 OK 對 因為它是里程卡 所以它也不能夠減免 所以你想要很好的回歸 當然是要花一點年費 就是羊毛出在養生扇的意思 對的 可是如果說你拿那麼多 你每年都繳很多年費 所以像我這張我就剪卡 因為我就用一年而已 所以有些東西我都是一年卡 我就不要了 其實我就 我常用這兩張卡 其實蠻丟臉的 一個是草莓 你怎麼會用這麼可愛的卡片 因為有時候我會在摸摸買東西 我也常在摸摸買 所以那你怎麼沒有辦這張 我有啊 你今天沒有就有帶來 就是會想摸摸買東西的 就是用這張會蠻方便 因為有時候買一些 快煮麵 有一些什麼正貨 你都自己煮嗎 我都自己煮 我沒有都自己煮 我是一半自己煮 一半叫Uber 好 就是這張有摸摸的回饋 所以我用摸摸的時候 用這張卡 對 這還好 然後這一張是停車卡 我的停車卡跟出國卡 就是星光的卡 對 好 那這張叫做假無限 它每天可以三小時免費 然後就是一樣上個月一萬塊 but 它年費只要上一個年度二十萬 刷二十萬就有了 二十萬就有了 然後六 我這樣好像在推銷星光 我沒有要推銷星光 這是假的 因為我每次都停不到車位 你知道嗎 都督房很難停的 對 有時候那個地方就是滿了 可是我跟你講 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真的是很厲害 交換季 台北停車不用錢 他刷三張卡 對 他的年度回饋賺起來 應該是有三成 哇 三成喔 百分之三十的回饋喔 就是他停 他每天在台北市上班 對 停車然後他就是三個小時刷一張 這個可以刷兩張 夫妻嘛 各一張 各抵三小時 對 所以說這樣六小時免費了對不對 然後再隨便拿一張就八小時 或是拿一個什麼 他是拿一張刷八小時 所以他一天停八小時而已 哇 所以他就免費停車 所以他每個月的停車費都很省 比如說台北市一天 隨便抓起來上限三百塊 對 好有那種三百塊的一天的嘛 然後一個月這樣多少 七千多塊 對 對你只要刷兩三萬塊就有七千多塊的回饋 對 這個全部屌打你這堆卡 唉 那的確他們比較厲害 三成的回饋率 但特 但你是需要停車才有這個 如果你不需要停車的話 你就去辦那個無腦刷就好 對對對 那種兩%三%我覺得就很爽 欸史惟哥你還蠻懂信用卡的 開玩笑 我必須講真的還蠻懂 開玩笑 這我所有都研究過 所以我一直想說我應該再多辦一張卡 是 然後所以我研究你所有的影片跟部落格 是 研究完之後我發現 算了我還不太需要 哈哈哈哈 對啊 因為我其實也不是很常消費 好 我們講買房子 我還是講回買房子 因為寶可夢其實很想買房子 對我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在問寶可夢這件事情 問他說 你要買哪裡 他說不知道 所以我說買房子只有這三個地方 工作在哪裡 娘家婆家在哪裡 跟你熟悉的地方在哪裡 好 寶可夢你現在在台北市哪個地方 在內湖 所以你在內湖上班 對 所以你應該可以買內湖 你看這個就是內湖啊 對 我還蠻熟悉的 就是有時候會經過這邊 很夭壽啊 他在你下班超擠的耶 大家都擠得要進去 是啊 你不用 今天也很擠啦 今天黑色星期 我們在錄影的當天 可是 內湖早上新聞說 每天只能排隊 我覺得應該是不夠優惠吧 沒有 這個是大家不想買電視 喔 82吋的好 好大喔 誰需要買那麼大的 而且3萬塊也很便宜 可是誰需要買82吋的 對啊 對啊 你家電視也沒壞 好就是說 寶可夢可以買內湖 然後你在哪裡畢業 我在 你是說大學嗎 對大學 台科大 台科大附近 在公館 比較貴一點 對啊 所以現在寶可夢現在住在 我住永和 所以在公館的隔壁 對 你當年念書的時候住哪裡 也是住永和 所以你是因為念書的關係才對永和熟悉 對 所以寶可夢 現在為什麼租 租在永和 就是因為你念書在這裡 對 然後大學的同學也在那邊租 所以我現在租的地方跟他們是一樣 所以一直都在永和 所以寶可夢可以不一定要住在內湖 不一定 因為內湖太遠了 或是說內湖的隔壁是細紙 你也可以在細紙買房子 好像也可以 對 是就是以你工作為止 但如果說你今天工作辭掉就算了 對 因為哪天你搞不好自立門戶 所以 像寶可夢的例子 就是他在內湖上班 對 所以寶可夢可以買的房子是內湖跟細紙 然後他熟悉在永和公館 這幾個地方 他都可以選擇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的 你就可以這樣子選擇 你的買盲者地點 好 可是有些提醒 不能這樣子選 比如說 你只選全新重畫區 叫做SEA 因為全新重畫區 在我的節目常常講說 有很多很多的陷阱 第二個是 酬之客炒作的房子 因為可能比較便宜 你買SEA 因為整天就 病病給我炒死 第三個是 因為很便宜 比如說淡水 淡水你買得起 可是淡水太遠了 我怎麼去上班 你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買得起淡水 只是不要買淡水 500萬可以買兩房 還好 還滿便宜的 還滿便宜的 你搞不好現金就可以買 你把那個美國商務截掉 就可以買同一間房子 我是說真的 好 第四個聽說明人住這裡 比如說新莊 你想遇到他嗎 然後就跟他住在同個房子 沒有 其實跟名人住在一起 不是很好 像我的社區 其實有一些住戶 是因為我兒搬過來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房仲跟他講 跟你講我死會大家 你趕快買了就 然後他們就無腦買房 然後就發現 我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傢伙 鞋子也不能擺 小狗也不能亂尿尿 垃圾也不能亂倒 跟我做鄰居很辛苦 我很嚴格的 所以跟名人買房子 不見得好事 可是很多人跟名人買 聽說誰買就跟人買 王孝蘭住 這很多時尚圈都是亂買房 蔡依林買哪裡 就跟人住買哪裡 你跟蔡依林住在一起幹什麼 總結人 你跟他住在一起幹什麼 你懂意思嗎 你懂齁 所以沒有意義 名人買房子不見得好事 比如說跟柯文哲買房子 房價已經跌了 他們家房價真的蠻跌的 是齁 他選上市場樓上樓下 全部都要搬家 天啊 很慘 好現在知道 現行實價登錄 門牌以32圍區間 有間成交32萬 是哪一間 不用猜 就是這間 永慶實價登錄3.0 門牌完整揭露 看得到門牌 才是真實價登錄 房價真透明 永慶實價登錄3.0 再來了解自己的需效 了解自己的需要 了解自己的需要最重要了 因為呢 寶可夢的看屋之力有沒有 我沒有什麼看屋的資料 你看很多人都像這樣 然後出門看房子 帶一堆信用卡 刷了就有了 而且他怎麼賣房子 用事業線就可以賣你房子 真的 穿上你喜歡的樣子的 你就買了 然後就拿一張信用卡 寶可夢 我跟你講 這張信用卡 刷2%回饋 房價打2% 你懂我意思嗎 小姐會這樣講 然後可以刷30萬 30萬2%多少 6千塊 你看刷卡就可以賺6千塊 夭壽 就有一間房子 所以你就買了 刷到定金都可以刷這樣子 通常定金都可以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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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覺得好像賺到 可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揭露 寶可夢的家 這是租的嗎 對 這是我租的 這是客廳 對 其實很多人房子都這樣 好我要 我們沒有RAID過 這個電視是什麼鬼啊 這是房東提供 然後很老舊的電視 其實我們都沒什麼在看 都灰塵的嗎 對啊 然後這個 你住這個房子多久 大概有七八年了 要有修喔 對 所以你們不在客廳看電視 我們沒有在客廳做那個 任何的活動 所以寶可夢住的是亞房 對我住亞房 你現在一個月賺多少錢租金 你說這個嗎 我一個月六千 你只付六千塊 對只付六千 很便宜喔 對 你們租金多少 我當年在買房子之前 租金是九千五 我也不要奢侈 一房一廳 因為沒有人跟我同住 可是如果有六千 住在永和 我也甘願啊 而且這麼大的客廳 然後你看啊 你們看有一些很妙 這一堆紙盒是誰的 那是我放的 你要想說哪一天要搬家 對哪天搬家 都可以把它拿出來用啊 就是這樣 我在租房之前全都是紙盒 然後 對啊 然後這一堆都是一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香蕉是誰的 香蕉是我室友的 他就搬哪裡 然後都不吃了你看 他會吃啊 他只是好像都放這個 或者是放那個 沒有啊 因為這個客廳幾乎沒有人在用 都沒有在用啊 對啊 所以這種房客多好 多乾淨的家 可是目的是怎麼樣 告訴你們說 如果你們要買房子的時候 該省就要省 因為你房租就六千 對 可是有些人在台北 住個房子要兩萬 好貴喔 你這一差差 一千一萬四耶 一萬四可以做多少事情 十年下來就多少錢了 你們知道嗎 所以 如果你們真的要買房子 房租趕快省 單身的去住在雅房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跟人家 有曖昧的關係 就是跟人家合租最好 對 可以跟室友發展一些感情很好 通常都是分手 對 你跟你室友不認識啊 我 我們是大學同學到現在 已經很久 你看你教室說應該很熟嗎 很熟啊很熟 但是這個房子看起來 就是老死不相往來 因為大家下班都很累了 然後門關起來就是做自己室 或是休息 亂丟盒子 你說上面這盒子嗎 對啊 而且從來沒有在客廳看過電視 沒有啊 就是自己家 自己房間有電腦 那這麼大的客廳不用 就堆垃圾嗎 也沒有堆垃圾啊 只是說 大家不會在外面同樂 這樣 就是 不過你的目的是省錢啊 你的目的是省錢 還有寶可夢回家就是要賺錢 我是睡覺 對 好再來 臥室 這是寶可夢的臥室 這是他平常直播或是錄影的畫面 對我錄影的畫面 就在這裡錄 睡覺是在 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你看他還沒有床單耶 有沒有床罩沒有 有沒有 寶可夢沒有床罩 為什麼不用床罩 因為床罩下去你有時候會很熱啊 那我覺得現在又沒有非常的冷 所以我就沒有打算 所以你不怕冷 我的房間通常都很熱 因為我電腦20小時開著 所以它會散熱 幹嘛20小時開著 習慣 沒有人的電腦 其實電腦是不太耗電 可是電腦會有那個輻射的那個 就是它有一個低頻 對 它風扇轉會有一個低頻 對睡眠是有影響的 然後這個房間有很多風水問題我想你們都知道 可是租房子都覺得將就就好 通風就好 可是後面就是有人走來走去 所以你在房間應該也是會穿 那個內衣或是短褲睡覺嗎 對 你沒有辦法在房間裡放鬆嗎 不行 不行 對不行對不對 回到房間為什麼不能放鬆呢 不然你要放鬆可以 那你門就要關起來 對啊 你那個窗戶關起來之後你就會不通風 就很悶 所以不能放鬆 對啊 所以寶可夢回家是不能放鬆 以至於它這麼認真的賺錢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可是你從來沒有放鬆過欸 好累喔 出國可以放鬆啊 對啊 但現在不能出國 對啊 所以如果你 這是一個激勵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有點辛苦 不人道 回去還是要放鬆一下 你可以裝個窗簾就放鬆了 對啦 就遮住就好 還有其實你室友也不想看你啊 你們認識這麼多年啊 對啊 所以你在房間放鬆是可以的 是 好再來 這是它的那個陽台 對就是我們都在這邊曬衣服 所以你的衣櫃在這裡 沒有啦 我只有這邊 有一些是其他室友的 這差不多是衣櫃就放這裡啊 而且你愛乾淨就是洗完就掛這裡 對 洗完掛著 所以洗完掛著就沒有掛回房間 所以寶可夢的衣服其實是蠻多的 不要再送他了 你衣服很多對不對 有一點 其實他衣服是蠻多的 因為我看到他其他照片就是 衣服堆到外面沒得放 結果買一個小櫃子來塞進去 為什麼講衣服多呢 其實這個跟很多人買房子之前有關 因為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多或是少 這個是衣服多的象徵 它真的很多 再來廚房 很乾淨非常的乾淨 就是老廚房的樣子 連那個框都是木頭的嘛 對對對 這是那種老房子老公寓的 但是寶可夢不煮飯呢 我現在比較少煮一點 因為我的時間都拿來賺錢 對 就賺錢 對 但以前的話 我以前有比較多時間 但是沒有錢賺 所以我都是自己下廚 其實想省錢最快就是自己煮飯 對 會滿省 因為你每個禮拜大家要買菜 對 然後煮就是很省 不然你知道為什麼知道你不煮飯嗎 你的油在這裡 這是高級橄欖油 好 不是便宜的爛油這樣 然後 你這樣都看得到喔 對啊 然後油放在這裡的 鍋在這裡耶 油在這裡耶 根本就不煮飯的意思嘛 哈哈哈 你懂齁 寶可夢不煮飯的 其實他縱使買房子也不煮飯 所以我為寶可夢笑了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他沒看過 就是客廳不用太大 有就好 廚房有就好 因為他不煮飯 如果萬一 萬一他是那個 那阿麗莎莎怎麼辦 阿麗莎莎買的房子 開始瘋狂煮飯 所以我以後有可能會煮飯 沒有就有就好 你不可能 我會啦 我真的會 你以後會更忙 大書房 寶可夢需要一個大書 對 因為他需要工作 大臥室 因為你看喔 他一個人睡雙人床 還有兩張枕頭 來 那個小編放個相當金桃 所以他希望一個大臥室 可以滾來滾去 並且有隱私的 他目前做的是沒隱私的 對 所以寶可夢渴望有隱私的生活 其實你最適合住我家 真的嗎 我家就是完全符合這樣的東西 我下次去你家看一下 可以 衣櫃要多 因為寶可夢需要一個至少 我的衣櫃是 250公分長 哇 然後還有上下 好多 對 我有那種一整排西裝 一整排褲子 那種的feel 還有打開是那種 領帶 領帶合的那一種 我家可以真的是你的 一個sample 陽台要夠長 而且要有採光 因為他喜歡洗衣服 很多男生不洗衣服的 很多男生洗衣服是送洗 寶可夢是自己洗嘛 對 所以這個等於是幫寶可夢算完命說 他需要這樣的房子 你要記住這個東西 所以 如果你遇到那種客廳超大的 妹超正的 就不需要 或是那個房間都很小 有三房那種也不需要 三房放什麼衣服 書房 沒有不需要 你只要一個大書房跟大臥室 所以你需要兩個房就夠了 對啊 而且你現在單身這樣夠了 萬一要結婚也夠了 對 有小孩就不夠了 那有小孩另外一回事 對 好再來 要教大家避開常見的找屋的陷阱 現在是考題了 你也會遇到喔 不是只有寶可夢 我 我不會遇到 不是 是我第一次輸的題目 我不太遇到 可是這個陷阱都是有陷阱 好我們來看寶可夢看看 這個樣品屋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樣品屋的問題 來 寫一串 告訴我說這個樣品 你們要寫啊 你們要寫啊 快點留言告訴我 這個樣品的問題在哪裡 是我的網友都看過 可是為什麼他的衣服是直接掛著在這裡 沒有去看 建商都是這樣子這樣 很漂亮 你可以站起來沒關係 建商都是這樣子賣房子的啊 建商會這樣賣房子啊 那他床在哪裡啊 我看不到床 沒有這是客廳 這是客廳 這是客廳 這是用一個比較窄的沙發有沒有 讓你覺得客廳很寬大 有沒有 然後進來之後呢 這個門 當然沒有到 鞋櫃應該就有這一個 OK 可能是這一個 然後這個後面是一個房間 是做透明玻璃 讓你覺得空間比較大 穿透 所以讓你覺得這個房間 哇 我想說我就看到後面去了耶 對就感覺空間很大嘛 如果這個變實牆 就是如果是一般的牆壁 就會很窄 所以你去看樣品屋 所以發現這個房子是很大的 所以寶可夢也不適合買 預售屋 因為他一定要被騙 然後銷售人就用事業先生 騙他買了 好動喔 你好會看喔 好看喔 然後就買了 Oh my God 真的耶 我想說這個還蠻大的 原來他這個 這是透明的 超漂亮對不對 感覺就是馬上可以住啊 還愛馬仕信封有沒有 是假的啦 那都是假信封啦 所以漂亮樣品屋是這樣 好再來這個是食品屋 就蓋好的 有點模糊 有沒有覺得很漂亮 他也是看起來 有設計過蠻有質感的 有設計過 這是一個設計師做的一個作品喔 對 可是呢 這個房子是史惟哥說過 不推的建商 所蓋的不推建的房子 就是他利用比較清淡的顏色 製造出比較寬大的感覺 對 好然後這是兩個房間 然後就沒有了 所以房間如果關不起來 就這個客廳是暗的 沒有採光 但是 這個房子的格局 反而適合寶可夢 因為客廳 寶可夢反正不會在客廳出沒 對 這個房子的廚房 餐廳什麼都很小 反正你有就好 重點是你要在房間生活 這兩個房間的採光是很好的 因為唯一的採光面就是房間 所以反而寶可夢適合這樣的格局 我不是說這個戶 是這樣的格局 它這個是床 然後這邊是什麼 這是廚房嗎 沒有這兩個房間 就兩個房間 它可以是兩個房間 可是兩個房間有唯一的採光 那客廳小小的 對 就是只能放一個雙人做的沙發 就沒有了這樣 所以大概客人去的機會也沒有 對 太小 那我要辦粉絲見面會怎麼辦 我粉絲都不能來找我 這時候銷售員就說 哎呀樓下有那個會議大 不用了對不對 公社 好再來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房子啊 這是網頁嗎 對 好什麼漂亮樑房什麼的啊 好看這個 哇 降300 原價1180 降三層變820 有沒有 感覺到這樣很划算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種很划算 三合國中捷運漂亮樑樑 這一定有陷阱 你放在這筆就代表他一定有限制 對 通常都是這樣 可是很多人找房子的時候 看到這個網頁就覺得 我只看這一戶 不要看這個 因為這個好像1680到1650 1.8% 那麼少 不划算 對不對 所以你只會看這個 所以通常這個東西都是那種 投資客的房 通常 然後拉高 開價 再殺下來 可是很多看房菜鳥會覺得 這個是殺三層好像不錯 所以他一下都會賣完 通常都會這樣 所以這是灌水的啊 1180這是灌水的 可能是灌水 我講可能是灌水 因為他目的要讓你看到那個降三層 那大家也是 我也是被這個數字吸引 會 大家都會被數字吸引 所以下面這沒人要看 都要看上面 那你這樣有同的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看房子 怎麼看都找不到房子 結果你進去看或點進去看 就發現 夭壽這公寓耶 然後這是大樓耶 三房兩廳耶 然後這公寓耶 就覺得小環境很亂啊 房子很亂 可是可能投資更多很乾淨漂亮 就為了乾淨漂亮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可能最後不買 或者是說清醒之類的 但是你會發現 你看了50間房子 你還是找不到房子 原因就是你只點這種漂亮的 或是點這種殺價很多的 好 再來這個 這個是底諾加蓋 然後怎麼寫 你看喔 信義區少有三年沒人繳房貸 要求 房子有人養 就是一層出租 一層自己住 好 然後無心街 五加六樓 這是真實的物件喔 然後它 它增建十字坪 就是頂樓夾蓋十字坪 隔四間雅房出租 Oh My God 有收益喔 然後你自己住啊 而且屋頂才16年耶 然後信義區耶 你看 房間這麼大 客廳這麼大 有沒有興奮 可是頂樓夾蓋 它就是會比較熱啊 按下愛心 存下你喜歡的物件 降價馬上通知你 找到你想要的房子 都在聰明買好房 頂樓夾蓋 熱歸熱可是 一層收租一層自用好不好 這個是自用的這一格 這個 這個數字聽起來也是蠻吸引人 但它一定有陷阱 就是頂樓夾蓋喔 頂家 可是頂家就很熱 而且它沒有電梯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這樣走上去 對 可是呢 頂家的問題是在於 台北市會被拆掉 喔 對 它是違建 那你買了也沒用啊 因為最後還是會被拆掉 可是滿街都是頂家啊 而且一層出租耶 你看三年免繳房 但因為這個房子有 四間雅房出租中耶 所以直接是有人幫你繳房貸耶 寶可夢先生 這個房子 一輩子只有這一戶 這麼難得 買一下嘛 明天都沒有囉 我還是不要 那你不要是怕熱對不對 我覺得會熱啊 你剛剛不是講說你不熱嗎 我不冷嗎 還好嗎 還是會怕熱啊 然後這種 那種房子都可以住那麼多年 那是因為它便宜啊 你開冷氣啊 可是冷氣的電費你就要自己出來 你看寶可夢超神的 想到冷氣店門就醒來了 就每個人看到了點啊 可是這個點 在我的點就是 因為頂家在台北市會被拆掉 在新北市要賭一把 在外縣市可以 可是呢 因為少子的話關係 所以頂樓加蓋通常都會有問題 就是只要樓下任何一個鄰居 叫你樓上 你就得拆掉 所以頂家的陷阱在這裡 但頂家通常賣得很快 大家會賭一把說買這個房子 然後不管是自住還是出租 因為很多人都租頂家 你不是頂家嗎 我不是頂家 我是在四樓 所以我樓上還有五樓 對對對 五樓誰住 頂家嗎 五樓不是頂家 也是他們一開始就蓋好的 像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住頂家 熱死 所以我在房間都不穿衣服 沒辦法以前也沒有冷氣啊 也是 對啊 好這個你看 這是廣告 收出電機私房 年收42萬 每瓶只要18萬塊而已 所以就是說 繳八九八出去 然後你每一年都會收到42萬 不是這是總價八九八 通常會自備兩成或三成 對 你只要準備兩三成就好了 其他銀行貸款 對 但是重點是年收42萬 感覺這種房子 有些人是這樣 因為沒有房子 所以先買一個出租房 養著 對 然後你還繼續收 你繼續還是住你的現在住的房子 對 然後這是收租的賺到一些錢 然後拿錢再去養錢這樣子 你就有好多間房子 有人是這樣子喔 他不是買房子一住 是先賺錢 這你會不會做 如果我不瞭解 這東西我就不會買 可是感覺 你一收42萬 而且八九八 像投資報 所以賺錢肯定有 可是蘇惟哥放在這邊 我覺得一定有陷阱 假設沒陷阱 沒有我不管 假設沒陷阱 你這邊陷阱在這裡 還是要我跳下去 他的陷阱就是 八九八是灌水 譬如說行情只有600萬 可是這個查得到吧 都查得到 實價房屋查得到 可是如果我用事業陷阱 你就不查啦 我一定要查 就是我在那邊給你捨 買 派幾個人灌米湯 你就買了 前陣子就有一個新聞是這樣 就一個小 有一個老媽媽媽買一間房子 就當場貴了三五百萬 因為他也沒查嘛 他沒有查 就下去了 就下去買下去 然後一問隔壁才發現 他買貴 那怎麼辦沒救啊 因為約都簽了 對約都簽了 可是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八九八好像很便宜 你說四十二萬好像很棒 就買了 喔 好 再來 這個社區 我現在說 下抛售草一九一戶轉售的社區 但是這個房子 很漂亮對不對 看起來很漂亮 這是海邊 海邊的話 那就是散開封 然後你的東西不是很容易受草 會壞掉嗎 藍色的替分你 他到時候一定會 一定會剝落 一定有問題吧 不要開窗戶 不開窗戶那你幹嘛買這個 這麼漂亮 這全新房子喔 這房子只有四年喔 不行一定有陷阱 沒有啊 就四年全新 是不是太小了 沒有不小 Tiff你攔喔 而且你看IKEA桌喔 IKEA那種便宜 廢話 便宜就可以那 這是全新裝潢房子喔 這問題就是在於標題啦 因為這個社區有191戶正在轉售 那一定有問題吧 大家都在轉賣啊 因為 就是淡水 淡水 淡水沒有錯 錯在這個社區 當年很多投資客認定他可以賺錢 所以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並且裝潢好 讓你一卡皮箱就可以入住 所以這種格調 其實你會想買對不對 躺在這邊 看起來是不錯 看景觀很棒 全都是綠耶 就我們的畫面 你們可能有點看不到 可是我們的畫面是綠的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如果我沒有去考慮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自由了 是 財富自由了 那我買這個房子可以吧 財富可以喔 就是因為我沒有通勤的需求 可以 完全可以 那他的問題一定是因為他附近的生活技能不好吧 淡水嘛 太遠了 淡水有輕軌 有家樂福 怎麼樣 這感覺好像是南投只有家樂福的感覺 之類的喔 南投也有家樂福啊 不行我覺得他一定有問題 應該是交通不方便 不是就是一般上班族不會考慮淡水 因為太遠了 對太遠了 然後你坐捷運啊 轉成到台北 那個真的要好久 受不了 所以郊區的房子有時候是滯銷 他會一直滯銷到現在 對 縱使他全部一卡皮箱都弄得很漂亮 其實都可以住房子也沒有問題 嗯 可是就是太遠 可是投資客 很奇怪 很多投資客覺得這可以買 他這個是在淡黃區以外了吧 就是淡白區 淡海新市政啊 可是你要等到那邊發展起來啊 就發展不起來啊 那就不要買 對可是便宜啊 所以有些人就會因為衝動而搬去淡水 我有朋友就是因為為了買房子的買房子 因為別人 他怕別人瞧不起他沒有房子 你結婚了沒有房子 那是小娘的啊 可是我自己口袋飽飽比較重要吧 為什麼他會去旁邊 那你就沒有房子啊 那看誰小啊 那你媽要住哪裡 我家裡面有房產就好 我會這樣怕住啊 那你娘要住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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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我老爸他自己買房子啊 沒有就是 有人就是這樣被嘲笑 沒有就非得買一間房子 可是我跟你講 住淡水沒有不好 你只要習慣淡水的天氣 像我們今天錄影的今天啊 天氣算是不錯的 可是常常淡水是創什麼 平地最低溫嘛 6度 比較冷 超冷 我有朋友就是差點住這邊 差點離婚 那一對朋友是這樣 他為了買房子 真的去跑去淡水買一間 而且不貴喔 一字桃喔 很便宜喔 全新房子喔 然後老婆有一天在臉書寫說 我要去洗衣服了 他已經穿好大衣跟戴好手套 因為太冷了 太冷了 那天好像6度吧 Oh my God 然後板橋6度 淡水可能就有4度吧 就那種感覺 然後他居然寫這樣 戴好手套 穿好大衣要去曬衣服 秦赫一看 最後他們就差點離婚 就最後搬回市中心 房子不知道有沒有賣 可是就是搬回市中心租個房子 終於解決他的婚姻了 所以如果你是淡水人 當然可以很便宜買房子 所以淡水人其實蠻幸福 因為淡水房子太多了 隨便買都很便宜 但如果你不是淡水人 考慮一下 同理 你如果在桃園工作 你要買青樸 考慮一下吧 你如果在台中市工作 你要買北屯 你要買那個烏日 考慮一下吧 高雄也一樣喔 台南也一樣喔 同理可證 知道嗎 不要因為他便宜 以為他有前途就去買 這個地方當年投耳投資客 都覺得很有前途 如今套牢 好 再來 108萬這個房子 這好恐怖喔 這是 兩房兩廳 先求有再求好嗎 寶先生 寶大大 可是 這個真的是 這可以住人嗎 這不是鐵皮屋嗎 還有磚頭啊 這太糟糕了吧 大概100萬你想想 才100萬 寶先生 等一下這真的有嗎 有真的啊 這是在哪裡台北 Oh my God 寶先生 大工具耶 108萬耶 這個是真的沒有問題的嗎 這看起來真的很危險 這是違建嗎 嗯 重點就是這個 因為它可能是違建 可能是只有房子 而沒有土地的 可能戒指更加有問題 比如說這個 勤機車是別人的土地 隨時被封住 但是有人會去賭 你花100萬買個房子 租給人家好不好 十三平 兩房兩廳租兩個人買一間 台北市租個1萬塊不為 2萬塊這樣子回來 投資保守移多好啊 一個月2萬塊 投資保守移比你所有信用卡都高 但是如果你被查封 100萬就什麼都沒 賭100萬 那真的要賭性堅強耶 這跟賭宏達電是一樣的 對不對 賭台積電 宏達電現在也都沒起來 還一直在下面 差不多就賭宏達電啊 那我才不要 對不對 除非它是台積電我才要買 那台積電不會長這樣 但是很多人會買這種嗎 這種房子很快就下架囉 很快下架喔 是喔 所以它真的那麼熱門喔 不是 它就是為了買下去租給人家 你看兩房兩年就是租2萬塊一個月 然後一個月是24萬的租金 所以投資保守率是24% 它可能只要幾年就可以回本了 對 5年就回本了 可是像這種地方看起來就是只要發生火災 那個是沒辦法很久 就沒了就燒掉了 對啊這很恐怖耶 什麼住給港口人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知道什麼 投資界專買這種房子 這種可能產權有問題 可能房子快要倒下去 可能怪怪的 可是有些人會想買這個 就是賭一把嘛 我就是賭 對 自助客會賭一把說 賭那個你就不會理我 因為這房子已經很多年 到時候在門口說 我就是這樣住一輩子啊 你要不要叫我班長我死給你看 我會這樣子 好在 誰沒有過去啊 你看這個漂亮 原物 luxury 它這個維護成本一定要很貴吧 這是室內豪華游泳池 然後再來有樓梯喔 所以上面是俱樂部什麼的喔 挑高九米游泳池 空中四季游泳池 俯瞰大台北 好像建商的廣告台詞喔 有沒有漂亮 你會想買 是蠻美 但我覺得如果我要這個感覺 我就去住旅館就好啦 沒有你家就有了 可是這一定會有問題 這一定有問題 我在哪天在帶你來看我家 就是我家其實 你家也有這個 不是我家在部分的拍攝手法上 也可以拍出這麼漂亮 我家有游泳池 這麼大嗎 這個游泳池估計看起來是25公尺長啦 可是它的沒有很 它沒有很寬 大概只有12或是15之類的 但就有沒有漂亮啊 是很漂亮啊 這在頂樓啊 這個大概四十幾層樓 高空中啊 其實它是新裝最漂亮的房子 但是我嚇一個 誰沒有過去 因為這個房子死過人 就是建商蓋了一半的時候 有人死在工地裡面 OK 所以造成這個房子有點滯銷 賣了四年 只賣了三成 很自銷 可是如果你知道說 要求西貴郎你要不要買 我可能不會考慮耶 就是這樣 我可能不會 然後可能那些買的人 都忘記這個神經死過人 真的 因為有些人不上網的 張中某也不上網的 這個查一下就知道了吧 那你要會查 那萬一你怎麼查 打出艦案死人嗎 我沒有講你也不知道 它應該是新聞事件 所以要先從新聞事件 它是新聞事件 但新聞不會寫這個案名 死人 它只會說新莊有工地發生公安意外 然後有人被砸死這樣子 那你那真的很難查耶 你怎麼知道是這個呢 豪華泳池 問附近當地人 當地人都知道 可是當地人為什麼要告訴你啊 你怪怪的人 你問我有沒有死人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沒有容易告訴你 你要擲諾啊 什麼要擲諾啊 你是誰啊 對 我不認識你 那你就附近有沒有親戚住在那邊 問他們一下 所以要查 查才是最重要 因為誰沒有過去 可是你不查 就不知道有沒有過去 好 再來這個 為了某一個特色而買 這個陽台超大 有沒有很大 還滿大的 而且你看也是俯瞰市區 滿漂亮的 洞洞的俯瞰市區 對 其實我忘記這個社區從哪來 可是重點是呢 如果你為了陽台而買 你就忘記你可能這輩子走不出這個陽台 因為你會覺得外面很恐怖 然後呢 建商在賣房子的時候 就會放很多 漂亮的躺椅在這邊啊 然後小姐在這邊啊 可是你永遠不會走出去 因為這麼高的地方 你只要開窗戶就 風很大 風超大 那個椅子都會被吹翻這樣 你知道在新竹啊 這個社區呢 他在陽台種一棵樹對不對 新竹也風很大嘛 然後那個 有一天呢 樹就 掉下來 把那個陽台整個扯下來 因為風很大 等一下這太誇張了吧 可是真的很大啊 真的可以在這邊跑步咧 你的臥室差不多就這麼大 那如果風那麼大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那這樣也 這不是加分 這是扣分啊 可是你買房子的時候 覺得好美喔 風和日麗沒有風 陽光超美 你看俯瞰市中心 沒關係我現在學到就好了 我以後我看到這個 我會特別小心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是為了這個點而買 我有朋友真的 像我姐姐她就說 一定要買大陽台的 然後我問她說 你這輩子出去陽台幾次 她就想不出來 去交花可以啊 然後風大呢 算了 那個萬一什麼下雨呢 算了 所以有一些網紅也是 他們家很漂亮 她陽台從來沒出去過 然後 欸我講過欸 就是某網紅 去過她家拍房子 她陽台還有煙地 我說你什麼時候抽煙 她說我不抽煙啊 所以她有 房子落成到 我們去看房子大概一年的時間 她都沒出去過 她都沒出去過 那可能是工人抽的煙 OMG 而且不是有一根喔 是五六根喔 那我工人亂七 就丟地下這樣子那種 好 所以不要為了某一個東西而買 像我另外一個主持的朋友 她主持人很有錢 是主流的主持人 好 她要買有游泳池的 我說你這輩子游泳 她常游泳 好 可是我就 我還沒有跟她講 我是想要告訴她說 你一個名人 在社區游泳池 會不會被婆媽想說 唉呦 在游泳喔 你的身材啊 爛的 唉呦 要不是這樣 或者是動不動就收過去 欸 孟小姐啊 要買什麼股票 唉呦 你怎麼在下垂啊 你懂意思嗎 婆媽都會做這種事情 好 可是如果她去公立游泳池 有貓尼帶誰 沒有人認識你 而且公立游泳池 維護是很好的 對 但她現在至今繼續看那個 有游泳池的社區 隨便看那六千萬這樣 哇 因為有游泳池啊 她要大游泳 她不要小游泳池 我們家是小游泳池 她不屑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今天設計了很多陷阱 給寶可夢 就是買房子的陷阱 那目的就是也是希望說 你們能夠在買房子之上 能夠 能夠有 不要受到這些盪 然後呢寶可夢出這本書呢 也是她的刷卡心得 是 目的不是讓你從刷卡賺到錢 而是目的就是從刷卡上省到錢 是 因為雖然刷卡是可以賺錢 但是可以省錢 我為什麼用這兩張蠻丟臉的卡式 因為她也可以省錢 哈哈哈哈 一個是假 假的無線卡 對 對啊 這是假無線卡 年刷20萬算什麼無線卡 呃 她太小看你了 你一年看她可以刷個200 不是可是 哈哈哈哈 你要200我不行啊 我要分攤出去啊 而且因為我要停車 然後如果我出國 可以接送六趟嘛 對 然後我還可以用免費的貴賓室 對 十次嘛 那還蠻多的 對還有道路救援 是50公里啊 因為我有開車嘛 所以有開車我會辦這張卡 可是呢 呃 回饋她率非常的爛 好像是不是0.幾 她連一趴都沒有吧 沒有她沒有回饋吧 她是另外一張回饋卡才有啊 哦 星光的另外一張才有回饋卡 一個是紅利點數一個是現金回饋 但是可能都沒有很高 她的紅利就是紅利很 你知道啊 我在哪紅利哪來停車啊 紅利的回饋率大概算0.3左右 就是很爛嘛 對對對 你懂嗎 所以 呃 先學會用信用卡 再學會買房子 這是一個很好的步驟 所以 下個節目可能寶可夢明年就要買房子 我們再去他們家 對太快了吧 等一下 我先去十位哥家看一下好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禮拜 再見囉 拜拜 最新影片都在好返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 我們這些碍ない 都通知 我們過了 到座り 幾年